美到令人吃惊的真实美景 原来这些星球是长成这样子的 在太阳系中有很多美丽的行星 这些美丽的行星在望远镜下 看起来跟我们印象中的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像是这一次要讲的木星 你认为木星长成什么样子呢? 应该就是背景后面这张相片一样吧 不管你用双筒望远镜 单眼望远镜或者是大型望远镜 你都可以看到一颗星球上带有一个大红斑 这个就是有名的木星 而木星最有名的是它有四大卫星 我们称为企律略四大卫星 不过其实在事实上 木星比我们在地球上的观测上要美上许多 这时候我们就提及另外一个仪器了 诸诺号 诸诺号是一个围绕着木星的太空探测器 这个太空探测器在2011年8月5号的时候由地球升空 并且在2016年7月5号的时候进入到了木星的轨道 诸诺号的任务 诸诺号的任务可能可以达到2024年左右 到时候可能会坠入木星 结束所有的任务 原本他的任务应该结束了 不过后来一直延期 有可能会在2022年或到2024年 我们来看一下诸诺号眼下的木星 你印一下木星长成什么样子呢 应该是后面这张图吧 左边这张照片是你一般所看到的木星 在照片上你可以看到木星有名的大红斑 看着木星的颜色是红棕色 有着明显的大红斑 对了 这个大红斑其实是一个气旋 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了 一直存现在木星的表面上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右边这张就是诸诺号眼睛下来的木星 有没有感觉差别非常的大 OK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 木星的南极 我们从来没用这个角度看过木星 这张照片是诸诺号距离大约 木星52000公里高的高度所拍摄的 拍下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木星的南极上 其实有很多椭圆形蓝色的颜色 这个一圈一圈的颜色 其实就是木星的气旋 很多的气旋挤在一起相互碰撞 看照片感觉不出来这个气旋有多大 其实这个气旋相当的巨大 直径可以到达1000公里左右的大小 记得是1000公里哦 其实在木星上有很多的气旋 我们熟知的木星的大红斑也是一个气旋 OK进入到第二张相片 我们来看一下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木星 这张照片是南半球的角度来看木星 其实你可以看到木星的表面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平滑 上面充满着不同的气旋 并且NASA在最新的观测里头 发现了木星的两极 其实会放出高能量的XS射线 这也是在猪诺号所发现下来的结果 第三张 你有近距离看过木星的风暴吗 这张照片是在2021年11月29号的时候 当猪诺号第38次经过木星的上空所拍摄的 这个木星上面有两大风暴 你可以仔细看它的细节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我们地球上所看不到的木星 第四张相片呢 木星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大红斑了 这是一个非常长寿的气旋 而这个气旋我们从来没有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过它 毕竟我们在地球所看到都是它的平面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张相片看得出来 这个气旋非常的漂亮 并且科学家尤诸诺号去拍摄气旋 发现了一件事 这个大红斑的气旋比我们想象中的来得深 它大概可以向下延伸至少超过500公里 比之前想象的更加的深入木星 不只在表层而已 而且在右边这张 诸诺号鼓捉了南半球的几个风暴 你可以看到中央的一堆风暴挤在一起 成为一个长链状的结构 非常的特别 就在我们地球的望远镜上也是看不到的 而且由不同的角度你可以看得出来 木星的表面的气旋其实非常的立体 这张背景的图大概是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点所拍摄的 由侧面的角度拍摄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非常壮阔 非常立体的气旋云 呈现在木星的表面上 除了表面之外呢 诸诺号在木星上也拍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木星跟地球一样也会出现日时的现象 木星上有很知名的四大卫星 我们称为茄律略四大卫星 而在这一次的相片中 木卫一也就是木星的第一个卫星 通过了木星的上方 你可以看到在照片里头有一个又大又黑的阴影 这个就是太阳的光线 被木卫一所遮住形成的一个大型黑色的阴影 它经过了木星的上空 那这个阴影你猜猜有多大呢 我们刚才说一个气旋大概在1000公里宽左右 而这个黑色的阴影大概有3600公里宽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日时 而刚好诸诺号经过了上空的时候 把它拍下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照片上 可以看到木星的日全时 这也是非常特殊的状况 随着诸诺号围绕着木星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相片 这也是科技所带给我们的惊喜 我们在地球上不管你用什么的望眼镜 总是看不到这些特殊的景象 而是标准版的木星 不过诸诺号在2024年的时候预计会结束他的任务 到时候他就会坠毁到木星的表层里面 希望到2024年之前 他还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画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NASA有公布一段诸诺号掠过木星表面的画面 你可以看一下 不同角度拍摄掠过木星表面的画面 非常的精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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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这个频道专讲天文 喜欢天文的欢迎加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